《总论》 接下来的就是《总论》 《总论》 我们上次讲完第一段 我希望我们把第二段 从第二段念到完 好不好 二 原始点医学与古典中西医智慧的精髓是一致的 最能代表古典中医智慧的 是两千多年前《皇帝内经》中的十六个字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邪之所凑 其气必须 热能充足 组织器官运作顺畅 而无体伤 即是正气存内 身体无治病之因 此时虽有病邪之源 此因彼缘不能和合 故邪不可干 反之 病邪之所以能入侵人体而治病 必是热能不足 且有体伤之故 在治疗原则上 中医所强调的是 辩证论治 故本培缘 即是通过变体质之虚实 即变药食之寒热 以采取恰当方法 辅助正气 改善人体热能 并使之恢复平衡运作 协助身体达到自我疗愈的目的 代表古典西医的 是西方医学之父 古希腊的医生 西波克拉底 他有几句经典名言 一 我们体内的自然力量 是真正的治疗者 二 我们每个人体内的自然疗愈率 是获得康复的最大力量 三 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得病 比知道一个人得的是什么病 更为重要 因此 他的医学思想核心 也是基于人体自然疗愈率 强调采取有助于人体 自然孕妇的措施 是治人重于治病 与以人为本 辩证论治的思想是相通的 所以从思想根源上说 古典中西医都是内求的 以身体是阴为中心的医学 原始点医学 则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切入 通过实证 发现没有医法 也没有医药 可以单独治病 所有的手段都只是助缘 最终都必须内求与身体这个阴 即通过改善热能 修复体伤 来激发与提升人体的自愈力 以达到防治疾病 促进健康的目的 这个独特发现 正与古典中西医的智慧 不谋而合 尤为可贵的是 它的一条脊椎 加七处原始点 兼具经络穴位 与阿氏穴的长处 以按推原始点 并配合温敷所构成的 简易外治法 有病之时 可快速解除病症 未病之时 亦可保健强身 令疾病消弭于无形 使中医上宫致未病的 保健养生观念 不再是难以企及的梦想 此外 原始点医学 在内外热源应用上的突破与创新 进一步证明了 一切热项并不表示热性体质 使中医辩证 及一针二九三用药的 诊治手段 获得全面的解化与改良 形成了效果捉住的 非药物无侵入性的 原始点保健疗法 总之 古典中西医强调的 人体本有的正气或自愈力 如果说 过去因缺乏有效的操作方法 以致逐渐被医学界所淡忘 转而极力外求药物功效 与手术疗效 那么 原始点保健疗法的诞生 终于可为此提供一套 简易而有效的操作方法 来提升正气 激发自愈力 使身体快速恢复正常运作功能 从而达到保健养生 甚至疗愈疾病的目的 所以 原始点医学 真正代表了古典中西医智慧的精髓 更是对传统中医创新性的继承与发展 也是人类医学发展 由博反约的大胆探索 任何一门医学都必须由医疗保健与理论 三者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体系 但医学发展到今天 尚有诸多不尽理想之处 比如 医学发展的趋势 偏重于解除症状的医疗 却忽略了改善体力的保健 或人为的割裂医疗与保健 以致两者不但无法紧密配合 反而渐行渐远 事实上 医疗离开保健 医疗将成无根之木 其效不能长久 保健离开医疗 保健则如不食之花 独立难以解症 又如医疗中的诊断与治疗之间 也经常是脱节的 以至于往往身体康健如常 检查却有异常 或以病苦不堪 检查确属正常 甚至有病症 又检查出有异常 经服药手术 使此异常恢复正常了 病症却未必改善 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 在于仪器检测异常的形态 与指数一属果而非因 不会导致其他病症 因此 不论是将异常倒果为因 还是当成疾病来治疗 都无助于他处体伤 所致病症的改善 造成诊断与治疗的脱节 还有两者在时间上的脱节 更是从古皆然 这些问题自然也体现在 理论与临床之间的反差 以及不同理论之间的矛盾对立上 原始点医学的诞生 终于使医疗保健与理论 获得了高度的统一 在诊断上 由于有疾病症状才有医学 因此人知健康与否 是以症状之有无为准 若有症状要处理 则需变因失智 即通过观察病症的体力变化 与其他症状的表现 而从体力之强弱 及症状之轻重 推断热能之胜衰 体寒之程度 以便改善热能增强体力 从按推病症部位 相对应的原始痛点 分辨体伤之位置 以便改善他处体伤 解除病症 前者属内治之保健范畴 后者属外治之医疗范畴 虽然两者在治疗上 必须彼此坚固 但在诊断上 因无热性体质 故不可从症状 便体质之寒热 也不可从体寒 论症状之体伤位置 这与中医内治法 只依虚实寒热 进行辩证论指 其实是相通的 因其虚实辩证 即使辩体力之强弱 以盼体寒之程度 其寒热论指 即使辩药食之药性 以对质体寒 而其外治法 从病症及患处 推断他处体伤之位置 而即与针刺推拿等 以对质病症 则与按推原始痛点 相类似 由于他处体伤 是直接导致病症之因 而针刺按推等外治法 其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改善 他处体伤解除病症 所以找出导致病症 之他处体伤的位置 是有效诊疗的关键 原始点医学 之所以能够准确找出 他处体伤的位置 是因为 它是通过按推换处 相对应的原始点部位 且经双方互动 找出痛点来确认的 而非单方判定 这个互动过程 既是治疗 也是诊断 在治疗上 原始点医学的特色 是变因失智 从因解除症状 它以非侵入性的外治法 从他处体伤下手 按推原始痛点 以解除病症 并配合温敷 内治法之温热性药食 以及在日常生活中 放松心情 重视运动 与休息等保健措施 协同改善热能 增强体力 提振身体本有的正气 或自愈力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 由于外治 内治互相配合 体伤体寒兼固处理 医疗保健相辅相成 保存生命危险 解除症状居次 如此便因失智 顾可大幅提升 治疗的安全性 及有效性 原始点医学 是做出来的 其理论就是在安全 有效 可重复的实证基础上 总结升华而成的 物求与实践相一致 一及说出来的 就必须能做到 故能一一贯之 不自相矛盾与对立 简而言之 原始点医学 是一门简易而有效 廉价而环保 非药物又非侵入性的 自然医学 他离象探源 舌果致阴 化繁为简 大爱为心 以学易用 便于普及 不仅可让民众 很快掌握自己的 健康自主权 还可大幅降低 资源消耗 减轻环境污染 为子孙后代 留下一片净土 一条活路 最后再把最后一个主题念完 第四项 四 原始点医学之定位 相信人体具足自我修复的潜力 所以崇尚自然 敬畏生命 顺应自然 守护生命 是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打破蒙户的藩离 融会所有医学的宝贵遗产 并在实践中创新 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健康之道 解决人类的所有病苦 再由博返约 使人人都能掌握健康的自主权 是原始点医学的使命 原始点医学所宗奉的 是人体与生俱来的免疫力自愈力 并认为 任何的医疗或非医疗手段 都不能直接治病 只能作为助缘 以激发提振免疫力自愈力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 重获健康 所以身体才是健康的主人 要敬畏身体 不可轻易毁伤 医者及一切的医疗手段 都不可越足代庞 这应是保健与医疗的普遍真理 也是古典中西医智慧的精髓 原始点医学 与这一东西方共同的古老智慧 是一致的 并将以其特有的外治法 使之发扬光大 原始点医学强调 从因处理 虽不直接治病 却可达到因变果转 解除症状 治疗疾病的目的 所以从处理的结果来看 似属医疗 但它的诊疗手段 既无侵入性 亦不用药物 而且只调理体质 不直接治病 完全不涉及医疗行为 故非医疗 反而从它的生活中 非常重视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及良好心态 以改善体力 这点来说更像是保健 这种诊疗一体 改善体伤与热能的方法 对症状与体力是坚固的 完全具备了医疗与保健的实质 就医疗而言 其针对疾病症状的疗效 不但具有时效性 更有常效性 根治性 还可以用于心脑之急救 及其他急症之处理 就保健而言 因为热能的改善 体力的增强 不仅具有保健强身 防治疾病的效果 还可达到延缓衰老 增长寿命的目的 所以 从其兼具医疗与保健的实质 这个立场 称其为医学 可谓当之无愧 这种生活化 且没有医疗行为 却又完全具备 医学实质的新型学科 到底该归属于医疗 还是保健 甚至是一体贯穿 包含更广的医学 那就见仁见智 各取所需 由民众去评判 让时间来检验吧 这一篇 就是所有原始点的介绍 都在这一篇里面 也算是一个总结 那我们这三天半的课 就到此截止 谢谢各位